人体中的干细胞种类主要包括造血干细胞和溅冲制干细胞 造血干细胞源自骨髓、脐带血及成人周边血 具有分化为红血球、白血球、血小板的能力 溅冲制干细胞分布在不同的组织中 如脐带、骨髓、脂肪和牙髓 它们也具有多项分化的潜能 干细胞的形成途径包括通过植入前胚胎直接建立 将体细胞直接诱导重编程获得 以及利用传统的Prime的泰多能干细胞诱导转化形成 此外,干细胞可以从健康人体内取出 并通过静脉抽血或骨髓采集等方式获得 它们还能像把细胞分化 归潮、免疫调节、释放内分泌和旁分泌 从而增强细胞及其再生以及维持细胞功能 尽管干细胞具有自我复制和多项分化的潜能 但它们也会随着时间和环境因素遭受磨损而死亡 例如,大多数细胞随着分裂和衰老开始丢失染色体末端的DNA端粒 这会导致细胞死亡 然而,成体干细胞通过产生新的细胞来替换旧的细胞 在维持器官功能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了补充或让人体生成干细胞 可以采用干细胞移植、体细胞重编程等方法 此外,一些营养化合物被发现能够增强干细胞功能 这表明特定营养素可能通过TALK1激活的信号传导促进普系分化 因此,对于干细胞的补充或生成 有促进作用的营养素包括那些能够通过TALK1信号传导 影响干细胞命运的营养素